此药暂且外服 待今日先拿过去 我会找查阳内 最好的医官给你治病 他们会调用东宫药铺的 珍奇药材 应当会有效 你不要对我那么好 我其实 不想知道被人关心是什么滋味 知道了之后 就舍得死我 有不想活的时候 最好 你可以找人说一说 自己以后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算别人不想听 你也可以大声说给自己听 不用吗 不妨试一试 不妨试一试 阿芝从前 特别喜欢看长安的早晨 天上先是红色的 先渐长得金色 买招时的阿婆 头发竖得整整齐齐的 腰杆挺得支支的 手下那么几端几弄 一个夹着甜豆馅的短饼就做好了 贴到碳炉里 一会儿就得了 那个饼 又甜又香 吃了叫人心里都是暖的 我 我想 等我老了 也要像那样干净麻利地活着 也要像那样做个小生意 大哥 我还有好多冠军 在抓一个穿绿豆袍的人 说什么是 刺杀灵酒郎的凶险 不会是这小子吧 你是刺客 这灵酒郎本身就该死 那负人的下人都拿我们当狗 那出刑必须要封建 我们避得慢了 就让他们家奴才 抓我们吃牢饭 如他为敌的都是英雄啊 摆摊说那些肉销味 是在咱们的街面上 追人追丢了 方才这小子也说了 朝安城今天晚上要出大事 你敢承认 你去哪儿 我们送你去 阿贼 你方才还没说完 你今后想要活什么样的日子 我说 我说 我也想那样做个小生意 好赚钱养活我阿雄 到时候他也老了 在这条街上做打手 总有打不斗的时候 到时候 也总得有人管他 这药谱完了 大事要紧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我来我要 来 杀铃狗是大事 我来 佑霄为追捕的人说不错 但我没有谋死诱下了 我只是在查设计他的案件而已 我们送你走 请 等等 你这事倒抛太刺眼了 不嫌弃的话 传我这事